美女主播劉寒珠 凭借自然不做作的个性收获大批粉丝的喜爱 近日她前往杜拜、埃及旅游 也拍下许多美照 分享到社群平台上 不料其中几张她穿着无袖洋装的照片 却被一名网友批评手臂有点醋 让她忍不住回呛对方 你才长得有点丑 所有她也分享了留言截图 并透过现实动态表示 对方的心理卑劣 才会认为自己可以到陌生人的版面上 留言批评别人 她决定不再默默忍受 以及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因此只要有人敢留下恶评 她就敢公开 让别人也对酸民评投论足 流汗珠不忘强调 有素质的强者绝对不会嘲笑弱者 只有心丑连也丑的人才会靠着损人 来平复自己更丑的悲哀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